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齐聪 欢迎来到新手买股一本通 这是小弟的新书 现在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买 可以去书店买 OK 今天我要继续说我的股市策略 上一期我说的是顺势长线型的策略 我今天我要说下一个章节 就是顺势短线型的策略 上次我说顺势长线 今天我依然是想顺势 不过我说短线 有一点不一样 OK 我给大家再温习一下 什么叫做顺势 顺势就是你的买卖策略 是跟着这个股价共进退 怎样的共进退呢 就是当这个股价是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 你就跟着买进 当这个股价跌回下跌趋势的时候 你就跟着卖出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叫做跟股价共进退 OK 然后 我之前说的是长线 长线就是你观察的股价天数比较长一点 大概就是60天里面的股价 就是你要观察60天内的股价变化 现在我说这个短线呢 它的观察的天数就比较短一点 就是你要观察20天内的股价变数 就是20天以外的你就不会看到太远了 你就看20天内的短线 我现在讲的就是短线 OK 然后呢 这个短线呢 顺势短线呢 它的技术指标也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OK 我一个个来说 OK 我第一个我第一个建议用的这个技术指标就是Stochastic RSI 这个技术指标其实是蛮少人用的 我看了很多书都比较少人用 可是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的 因为Stochastic RSI 我以前有教过 它结合了RSI跟KD 两个东西刚好就在中间 不快也不太慢 RSI对我来讲我觉得太慢了 真的太迟钝了 KD对我来讲太快了太敏感了 所以Stochastic RSI刚刚好在中间很好用 我是觉得 你去用 我们大家都会有用KOSCE Screener KOSCE Screener 它里面有几个指定的那个技术指标 其中一个就是Stochastic RSI很好用了 OK 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这个东西一下 OK 我讲第一个技术指标就是Stochastic RSI 它的参数一样是14天 没有必要去改它 OK 你唯一要改的就是 如果你一开始打开Stochastic RSI 你会看到两条线 一条线是在70 不是70 一条线在80以上 一条线在20以下 你去改变这个参数把它变成了 80跟20的改成51跟49 或者改成5050 就是变成中间一条线 本来上面一条线 下面一条线 你把它改成5050 或者是51 49 变成中间一条线 正中间一条线 OK so 这正中间一条线呢 50以上的就是上升趋势 50以下的就是下跌趋势 然后它的应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Stochastic RSI 它从49上去51的时候 就代表它从下跌趋势 正在上升去上升趋势 这时候就是个买入点 当你看到它从51下跌去49的时候 这时候就代表它从上升趋势跌去下跌趋势 这就是一个卖出点 你就根据这个49上51买 51下49卖 这就是Stochastic RSI的用法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第二个技术指标呢 第二个技术指标就是 KD KD KD呢 我会把它列入为第二个 我会把它列入为第二个 就是因为呢 它很快很敏感 敏感到有时候啊 上上下下乱跳 乱跳到你买进买出你会很累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用KD 所以我会用Stochastic RSI比较多 我会比较想用KD 然后KD啊 它就是太快了咯 太快了咯 所以它的用法也是一样 不过KD呢 也是你把KD啊 放在50线 50线 49上51就是买入点 然后51下跌49就是卖出点 不过我个人我是不建议用KD 因为KD 虽然我放它第二 我不是很建议用KD 因为KD太快太灵感了 还是用回Stochastic RSI 会比较好 然后KD的Stochastic RSI啊 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 它们都有两条线 它们都有两条线 然后这两条线就是 一条是快线 一条是慢线 还记得我已经教过吗 快线和慢线讲用 当这个快线啊 它上传慢线的时候 就代表它是一个上升趋势 是一个买入点 当这个快线下传这个慢线的时候啊 就代表它是一个下跌趋势 它是一个卖出点 KD跟Stochastic RSI 都有这个快线和慢线 可是呢 我先说 KD的快线慢线 你可以直接忽略它 没有用的 KD本身已经很敏感了 它的快线慢线更是敏感到鬼样 完全没有用处的 不过 Stochastic RSI的快线跟慢线 就有一点点参考价值 因为它比较慢 不过它有一点参考价值 不过它参考价值 如果你是用了顺势的话 你要小心用 就是 我之前说 比如说你要一个买入点啊 就是49 上去51的时候 49上去51的时候 你看 你看那个 如果它在49以下 接近49的时候 在下面的时候 你看到它快线 如果是在慢线之上 就表示它其实 已经开始进入上升趋势了 所以你不用 只要等到过50了才买 你可以在49之前买都可以 你看它快线在慢线上面 一样道理 当你在50以上 它虽然还没有跌下去49 你看到如果它快线是在慢线之下的话 就表示它已经进入下流趋势了 你也可以提早在50以上卖掉 就是这样来用 可是你不要超过太远的地方 你不要在七八十以上 看到快线下来了你就卖 因为还会变化的 你要接近50的才可以准 OK 然后第三个技术指标呢 我会建议用RSI RSI虽然之前是用在长线 可是短线也是可以用 不过唯一的变化就是它的参数要变 如果你用在长线的话 它参数是14天 如果你用在短线的话 你要把它的参数改成10天 或者是5天 10天或者5天 然后一样也是以50线为总结 它49上51就是上升局势 就是买点 然后51下跌49就是一个卖点 RSI你自己调啦 10天也可以 5天也可以 它肯定不能用14天 14天是长线的 短线的话 最少要10天 然后这是5天 然后第四个技术指标呢 我会用均线 10天跟20天的均线 我以前教过顺势长线 是用20天跟60天的均线 你现在是用短线的话 你就用10天跟20天的均线 一样 当你10天的均线快线上传慢线的时候 就是一个上升局势 就是一个买点 当你快线下传慢线的时候 10天下传20天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死亡交叉 就是一个卖点 所以就是这个4种 这个4种 我再重复 第一种就是Stockcalsic RSI 第二种Cardy 第三种RSI 第四种就是均线 10天均线 和20天均线 如果你觉得10天 20天均线有点迟钝的话 你可以再短一点 就是5天跟10天均线 不过 那已经是最低了 我不建议你用少过5天均线 少过5天均线 比如说2天3天4天 已经是太多噪音了 完全没有意义 最低最低的5天 OK 所以总的来说 我这个是顺势短线 顺势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安全 它跟着趋势攻进退 坏处就是它不能准确的掌握起脏点跟下跌点 会赚少一点 不太安全 短线 短线它的好处就是在于 就是在于它 我先说它坏处 它的坏处就是它会比较敏感 它噪音比较多 它噪音比较多 然后它的因为你要一直进进出出 如果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能它会比较接近起脏点 它会比较接近起脏点 还有那个下跌点 所以可能可以赚比较多 OK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